这是我死去的第十年 我的乖徒儿依旧每年来掘一次我的坟 如今他功力深厚 掘坟也不需要带着锄头铲子了 动一动手指就能给我坟头掀翻 按理说 今天是我的十年忌日 他应该天不亮就踩着点来的 但他没来 我飘在坟头等了一会儿 又飘在树叉上等了一会儿 兴许是我等得太胶着 以至于附近的鬼魂 都觉得我来来回回的太凡人 于是相约追着我揍 我懒得和他们计较 只想把身上的袍子理顺 但一伸手就穿过了自己的身体 隔壁的那只吊死鬼笑话我 又忘记自己已经死了 我不惜地理他 短短十年 当初我闭个关都是三十年起步 这一天我从早等到晚 我那乖徒儿都没来 许是几千天过去 他终于不记得我了 那我也是时候投个胎了 我问吊死鬼怎么联系黑白无常 我想给自己送走了 吊死鬼腥红的长舌头一甩 问我怎么不等了 我说执念已了 不必回望 吊死鬼翻了个白眼 看起来愈发可怖 我眼巴巴地盯着他 他一边吐槽我死前肯定是撞坏了脑子 才满口知乎者也 一边告诉我怎么找黑白无常 我向他抱拳弯腰行了个礼 谢过他这十年照顾 他飘飘荡荡地不和我行这些虚礼 又把自己挂回了树上拴的绳套里 乱葬岗里四处都是死尸 有新来的 也有老朋友 像我这样在乱葬岗里 还有一个小坟堆的 少之又少 我飘在自己坟头的尖尖上 有三圈左三圈 外带抬脚蹬了几下 按照吊胸的说法 只要蹬三下 黑白无常就会上来把我带走 说实话 这么憋屈的事 在我那儿应该是独一份 我那师兄师弟们 都还顶着青春貌美的脸 如日中天 唯有我早早地丢了命 在这乱葬岗里瞎蹦打 我蹬了三下 飘上来一个白无常 扯着我问 为什么大晚上地找他 我说我要投胎 白无常脸上的不耐烦 要是能凝为实体 估计我已经被砸死了 云怡 白无常把埋在名册里的头 抬了起来 扫了我两眼 我点了点头 正是在下 生前是个修仙的 是 修到什么程度了 白无常把名册合上 继续问 什么程度 这个我却忽有点忘了 大约是成仙的地步 原因 我摇了摇头 分神 我又摇了摇头 肚结 白无常的脸 有些扭曲 我本来打算继续摇头 可白无常看起来 应该是不想再猜了 于是我只好自己说 大成 我靠 白无常吓得一击灵 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问我是不是开玩笑 我正经了脸色 告诉他云某此生从未骗人 后来觉得不对 又改成了云某此生只骗过一人 白无常让我等他 我只好蹲在坟头等着 吊死鬼挂在绳子上 荡鞦韆一般地把自己甩过来 你原先真是个修仙的呀 如假包换 那你咋死在这儿了 你咋没去天上 云某生前住在火狱 未曾上天 后来做了些不体面的事 死前被挖了原丹 没了修为 幸得有一个徒弟 还将我埋起来了 立了个坟 你说的是那个每年来 决你坟的徒弟 正是 他是你徒弟呀 我还以为他是你仇人 我摆了白手 笑咪咪地回答 我那徒儿本性不坏 只是爱挖东西 吊死鬼没见过这些东西 听了一会儿觉得无聊 又荡了回去 不多时 白无常就带着一对鬼兵回来了 还带了一本更大的书册 顺带掏出了一堆捆魂锁 把我五花大绑 还记了个死结 能记个蝴蝶结吗 我扭过头看了看 身后绑成一坨的绳结 白无常仗着人多 不 鬼多势众 狠狠弯了我一眼 云怡 十年前死于地堂山邑 隶属火域 修魔道 人称 白无常顿了顿 接着说 人称诸仙君 对 我咧开嘴 露出一口大白牙 是我 那你刚刚说你是修仙的 我这辈子最讨厌修魔道的人 白无常踢了我一脚 兴许都是鬼的缘故 被踢了我居然觉得有些疼 无常兄 云某未曾骗你 诸仙君的确是在下 在下也确实是修仙道的 还敢骗我 白无常一伸手 五根手指上的尖锐指甲 悉数亮出 不说实话 我一掌把你拍得魂飞魄散 我本想无奈地耸耸肩 但被鬼兵压制着 动也动不了 只好撇了撇嘴角 云某解释不清 那就只好请无常兄 一会儿下手重一些 一掌了事 白无常嚷嚷着 修魔之人就算是 挫骨扬灰都不够 一边要一掌拍过来 被身边的鬼兵 一边一个夹住 劝他不要冲动 做不过是说 几千年没接过修魔人 主动投胎的任务 不好自己处理 还是得带回去再说 喂 我扬了扬下吧 兄台 我是修仙之人 哦 对 修仙之人主动投胎的任务 也几千年没接过了 正对着白无常 好言相劝的鬼兵兄 冲我腼腆一笑 随即被抽了一大耳瓜子 他说 他是修仙的你就信 那他说 他是地唐山居的炫姬上仙 你也信是不是 则 我暗叹了一声 我那乖徒儿 短短十年就扬名如斯了 竟连阎罗殿的人 都知晓了他的名号 不愧是我朱仙君的徒弟 白无常执意要把我的魂魄拍散 我闭着眼睛 挺胸抬头 让他赶紧的 不要浪费时间 抬头不成没关系 但我说 没骗人 就是没骗人 被拍没了 我也要争着口气 袁莫是没见过我这样的人 白无常 呲牙咧嘴的 就朝我的额头拍过来 不出一瞬 我便感觉到手臂化成了点点微尘 四散开去 四 我在周围此起彼伏的吸气声中 睁开了眼 白无常的手 还停在我脑门一寸远的地方 可我已经消散了大半 魂魄化成微尘 在乱葬岗挑荡 依稀散发着月白色的微光 然后又结成一股 往同一个地方飞去 我刚想让旁边的鬼兵平平理 说说我到底是不是修仙的 这世间有哪个修魔人 魂魄散了是发白光的 可我来不及说话 就在周围一双双眼睛的注目下 消失于天地间 我以为我就要这么死了 虽然活了这么多年 又死了这么多年 但我还真没见过这种死法 不过我又觉得我没死 毕竟我飘飘荡荡的 还能听见他们说话 有问朱仙君是谁的 有吐槽我是不是修了魔道 遭天谴的 也有问火玉是什么的 虽然连个魂体也没有了 但我依旧留下了一把心味的泪 就连说我修魔也不想反驳了 我那乖徒儿 竟在十年间就倾覆了火玉 不愧是地堂山巅的无上强者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是个好人 虽然我活着的时候 住在无剑火玉 脚踩十万浮尸 连外号都是朱仙君 但我是个修仙的 就是你们想象中 那个仙气飘飘 先锋倒鼓的仙 但现在我不先锋倒鼓了 因为我被浓缩成巴掌大小 关在巨魂灯里 我那紫云竹修成经的小师弟 顶着一头紫头发 蹲在我面前 哭了整整半个时辰 别哭了 我敲了敲灯壁 再哭我耳朵都要聋了 师兄 呜呜 浮衍听见我说话 哭得更大声了 别哭了 再哭自杀 阁 浮衍打了个哭阁 终于消停了下来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我盘腿坐在灯里 看着浮衍 趴在巨魂灯前 默默抽气 师兄 我好想你 这是重点吗 这不是重点吗 浮衍眨了眨眼 眉目间还带着委屈 重点是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隔着灯大吼 哦 因为聚魂灯 我放弃了 转而自暴自弃地躺在灯里 四仰八叉地看着灯顶符文 师兄 浮衍凑得更近了 我生怕他想挤进来 师兄 他们都说你魂飞魄散了 我不信 所以我趁师父闭关 去偷了巨魂灯 本来只是想试试 没想到真的把你找回来了 我用手直着头 看浮衍目光炯炯 开始破口大骂 你却心眼吗 我早就不是你师兄了 这巨魂灯用一次就要千年修为 你才修炼了多少年 万一你没事成功呢 找不到我 然后你回你的竹林当竹子吗 我说 怎么头发都紫了 感情是修为少了一千年 变不黑了 只要我敷衍还有一口气 你我师兄弟的情意 就永远不会变 果然是个又直又愣的竹子精 我气得上火 烧得差点出了眼泪 你把这老十字灯打开 我要出去 不行 师兄 你现在没有身体 又没有修为 放你出来 你就活不了多久了 我含泪 把自己本来就没想活的话 咽了回去 和浮衍打商量 要不要先去把我的尸体运回来 浮衍皱起一张脸 眉头仿佛打了个结 师兄 昨天你还在凝结魂魄的时候 我已经寻着路去看过了 你的坟被挖了 尸体也没了 我用我的脚趾头想了想 除了白乌场恼羞成怒 把我的尸体挫骨扬灰以外 实在没有其他可能 师兄你别担心 总会想出办法的 浮衍顿了顿 接着问 可是师兄 你这十年一直待在那吗 既然当年你没有魂飞魄散 怎么不去投胎 我想投 但白乌场不信我 我还被你整回来了 看着浮衍真诚的眼神 我也真诚地回答 地堂山一战 我还残留了一丝魂魄 附在灵雾上 后来被扔去了乱葬岗 乱葬岗冤魂积聚 我走不出来 就待在那儿了 十年也不投胎吗 要是投胎 师兄你现在都是半大的孩子了 我想捶抱浮衍的头 看不出来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师兄 我好困 浮衍尽力把眼睛睁大 然后眼皮又搭了了下去 能不困吗 丢了一千年修为 我听着都肉疼 睡吧 那师兄 你好好在灯里待着 行 我听你的 浮衍趴在桌边 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就睡着了 我在聚魂灯里绕了几圈 借着光 才勉强看出这是刘云峰的密室 比人不才 年轻的时候经常在这里打坐 没想到斗转星移 再入刘云峰 居然是此等光景 想当年 我还是刘云峰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 周围十里八乡的小姑娘 哪一个见了我不脸红 我那把我逐出师门的师父 都快要给我一亲了 我牛脸 带回来一个竹篮子 竹篮子里还装着一个奶娃娃 吓得师门上下 以为我在外面欠了风流债 老天有眼 我只是看这个孩子可怜 今晚又通畅 想带回来养着玩 要是当初没有 捡到那个祖宗 估摸着 现在我都能当祖宗了 拂眼睡得香 呼噜打得响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吵得六天六夜 没有睡觉了 看着我形容憔悴 伏眼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师兄 我睡觉打呼噜 你知道的 男子汉大丈夫 能理解 能理解 师兄 那我这就带你出去 找找有没有刚死了 还热乎的尸体 能拿给你用 辅眼这话说得情真意切 我甚至挑不出毛病 我在灯里 灯在辅眼的广秀里 怕遇到师兄弟们 辅眼特地选了条小路 一路连飞带跑地下了刘云峰 流云峰下 我记得是一座小镇 平日里热闹繁华 人来人往 叫卖声不断 怎么今天这么安静 我把脸贴在巨魂灯上 在伏眼翻飞的袖袍中 努力找缺口向外看 一整个镇子家家庇护 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伏眼 这儿怎么没人 师兄 伏眼拎起袖子 连带着提起我 我也觉得奇怪 前两天还不是这样的 什么人 一声大喝 吓得伏眼瞬间垂下手 将双手附在身后 刘云峰弟子 伏眼 我在灯里无脸 怎么这么多年了 伏眼连个长老的位置 都还没混上 在外面居然还是自称弟子 原来是刘云峰的 伏眼前辈 施静 对面的人听起来 还挺有礼貌 就是不知道 是何门何派的 我不知道 伏眼也不知道 于是伏眼反问 你们又是何人 为何在我刘云峰脚下 地唐山弟子 特来刘云峰拜访 本来还在想我和 伏眼心有灵犀 不料突然听见地唐山三个字 实不相瞒 我差点吓哭了 毕竟我就是在地唐山死的 你们来干什么 我刘云峰不欢迎你们 对面的人 伏摸着也没想到 还没上山 就吃了闭门羹 一时失语 伏眼难得 又这么耿直的时刻 我在灯里 抓心脑干地 想出去看看 可伏眼突然动了起来 向前走了好几步 然后发出了一声 差点把我震聋的吼声 荣亭 你居然还敢来 荣亭 我的动作一致 呼吸也一致 然后开始在聚魂灯里 转圈蹬脚 想求白无常 赶紧来把我带走 但是白无常没来 荣亭也没理浮衍 甚至直接越过了浮衍 直接遇见飞上了刘云峰 这就弄得浮衍很没有面子 又一路连跑带飞地跟着上去了 师兄 你别怕 有我在 他敢动你 我就和他拼命 我不是很怕荣亭 但是你这么上山下山的 真的很颠 我怕我直接吐在聚魂灯里 地唐山区的炫姬 尚先亲自到访 我猜刘云峰一定摆出了巨大的牌面 虽然我看不完全 但是我 一夕看见了我的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四师姐 六师弟 当初我被逐出师门 也没这么多人围观 至于荣亭在哪儿 怪只怪浮衍站的太天 我根本看不见 不知炫姬 尚先到我刘云峰来 有何贵干 我那大师兄的声音 听起来依旧如此和蔼可亲 借物 我那徒儿的声音 听起来 怎么跟冰茶子一样 不知我刘云峰有何物 值得炫姬上仙亲自登门 聚魂灯 我傻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大师兄打架 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大师兄下死手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他是想为我报仇 流云峰上飞沙走石 狂风大作 树叉子树叶子乱飞 看起来微微壮观 峰从四面起 两道身影在风沙中交错 我想着我那大师兄 虽然年纪大了 戎亭不知道多少轮 但若就这么硬打下去 肯定不是戎亭的对手 果然不一会儿 我老当义壮的大师兄就从半空掉了下来 幸好围观的人接得快 要不然再摔出个好歹 荣亭 你欺人太甚 一瞬间 我那些师兄弟们 齐刷刷地把荣亭围了起来 浮衍跟着转身 我才看清楚 原来荣亭就带了一个随从来 一时间 我还真不知道 是我的好同盟们包围了我的好徒儿 还是我的好徒儿包围了我的师兄弟 人挤人的 我只能看见荣亭头顶的玉冠和竖起的黑发 浮衍同我说 师兄们是绝不会交出巨魂灯的 浮衍难得地说对了一句话 我的师兄弟们的确宁死不屈 但我的师父屈了 我那刚刚闭关的师父突然出关 顶着一头白发就这么飞了下来 站在人圈里和荣亭对望 半点杀气也无 所以这就是隔代亲吗 我听不清他们俩在说什么 浮衍把我往袖子里塞了又塞 我蹲在灯里不知今夕何夕 等我再见到光明的时候 是浮衍下跪 跪在刘云峰藏宝阁 让他跪的是师父 偷拿巨魂灯 你可知错 浮衍认错 但不知错 你 我那老师父长长地叹了口气 让浮衍把巨魂灯交出来 浮衍不愿意 于是我被师父抢了过去 在灯里和师父大眼瞪小眼 师父好像变老了许多 我又露出我标准漏牙的笑容 打了个招呼 如果我没看错 我那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师父 有那么一瞬间 差点老泪纵横 师父问我想不想出来 若想 他就去杀人 替我找一具身体 我挥了挥手 犯计杀人干什么 师父问我 愿不愿意见到荣亭 若不愿意 他就去打一架 我笑得开心 说愿意呀 反正他也不记得我了 师父问我这十年过得好不好 我说挺好的 隔壁的吊丝鬼老兄 经常和我聊天 师父说我悔不悔 我在灯里乐 说久死不悔 于是师父骂我是痴儿 顺带给我身上下了个咒 让旁人看不见我 说他只答应借灯给荣亭三天 三天后 他就接我回家 接我回家 在符咒化成金光落在我身上时 我问师父 还认不认我 师父说我是傻蛋 那我知道了 师父还是肯认我的 我猜荣亭要聚魂灯 是为了救回他这一世的父母 所以我往聚魂灯的边缘上 缩了又缩 这聚魂灯有让人魂体显现的效果 虽然师父给我下了个隐形的咒 但是挤到人家高堂就不好了 等我落到荣亭手里的时候 我正正好好能看见他的那张脸 端得是清风济月 就像地堂山每晚落下的冷清月光 好看 也让人觉着冷 往些年 他一年来扒了一次我的坟 一开始他受了伤 只能用工具刨 后来他的伤好了 就动动手指 掀开了我的坟堆 也不掀开我的棺材 就这么站在原地看一会儿 乱葬岗又脏又黑 我魂魄又虚弱 他看着棺材 我看着它 可总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现在看清了 还是在青天白日下 我不亏 地堂山离流云风远了去了 我在灯里睡得迷迷糊糊 再睁眼就到了地堂山居 荣亭的住所 地堂山的月光冷 人也冷 他这房间也挺冷的 外面炎炎烈日 我居然觉得这里面让人冷得发抖 荣亭坐在我面前 一言不合就念咒诗法 盈盈的光注入聚魂灯 我心想这就是上仙嘛 一千年的修为说扔就扔 我蹲在角落里 怕有魂魄突然出现 吓到我 荣亭的脸色白了又白 光明明灭灭 可聚魂灯里什么都没有 也许他那对父母 真的死的魂都不胜了 然后荣亭又开始念咒 诗法 一个下午 三千年修为 浮衍听了要心梗的程度 天黑下来的时候 荣亭终于停手了 他拿着聚魂灯 露出了难得的不知所措的神色 这样的神色 让我觉得恍如格式 或者说 的确是格式 我觉得荣亭的话变少了 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往外突撸 甚至几个时辰都不说话 我在聚魂灯里睡着他坐着 我醒过来的时候 他还坐在原地 到了第二天 他就继续施法 跟修炼不要钱一样 罢了罢了 我那颗圆丹 吞了火欲鬼王的修为 再加上我自己的 也够他造了 这房里的温度冻得我想骂娘 好在师父 在我冻成冰块前来了地堂山 一大早来的就来了 肯定是想我了 师父伸手拿那具魂灯 荣亭白着脸 唇色也白 像全身的血液都流光了似的 荣亭三天失了 不知道多少次法 现在连阻拦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坐在原地 看着师父把我端走 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又或者是互相看不顺眼 又不得不忍下来 眼见着我师父就要出门了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舍 只好趴在登地上 看着荣亭 不出意外的话 师父会替我找一个身体 然后把我养在刘云峰 过上和大师兄一样的养老日子 然后我曾经的徒弟 如今的炫姬上仙 就继续在这地堂山 威震四海 也不知道 我那被打吐血的大师兄 怎么样了 就在师父要跨出门的那一刻 荣亭开口了 说出了这几天 我听他过得最长的一句话 这个灯 你是过吗 按理说 应该说您的 怎么成了一方尊上 还不讲礼貌了 至于用具魂灯 这玩意儿 可是刘云峰传世的宝贝 除了敷衍那个傻小子 谁会没事干了用这个 当然了 我用过不算 我师父回头 把我甩得晕头转向 你是何意 怎么说呢 他们俩这个称呼 总让我觉得 他们是同辈 要不我给你俩当徒弟 只要魂魄还有一丝 无论多远 就都能聚起来 对吗 废话 我师父也觉得是废话 所以没回答 但是也没走 可能是觉得 我会好奇 荣亭想说什么 我看见荣亭站了起来 然后跌坐回去 然后又站了起来 顺带着拔出那把我磨了六百多年 在火玉催了千万次的剑 剑锋指向我师父 火玉没了 凌风阁没了 既然他是你徒弟 那我只能杀上刘云峰 炼了你们的魂魄 看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了 我看着剑上的寒光 突然想起来 那天我对着白无常说我修仙到大城时 白无常所说的那两个字 我靠 人活得久了 什么都能见到 比如我那素有刘云峰吉祥物之称的大师兄 明知打不过戎亭 还是拔剑相向 比如我那好徒儿 拿着我送他的剑 指着我师父 想要血洗刘云峰 再比如我的师父和我的徒弟 现在正在打的火光四箭 不过恕我直言 这些都是我干剩下的 但是唯有一点 荣亭居然说 他要找的是我的魂魄 这件事我可以震惊三千年 怪不得他试了 那么多次都没用 因为我本身就在灯里 我很想说 让他们别打了 再打地唐山的房子就要他了 可师父把聚魂灯抱在怀里 颠来倒去 我屁都放不出来 再怎么说 我师父也是一方尊长 荣亭又几天几夜没睡好 散了那么多修为 败下阵来也合情合理 如今的荣亭 是荡亭了火域的炫姬上仙 再加上我还在看着 师父肯定是不会杀他 只是用剑柄把他击退了 荣亭衣袍粘了灰 又从地上爬起来 临起剑要继续打 我师父不想纠缠 可荣亭非要他把聚魂灯留下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呀 我竟感动得想要掉泪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他是想要救活我 还是想要复活我来折磨我取乐 被缠得无法 师父只好停下了 回流云峰的脚步 问荣亭当初杀了我 如今又要借剧魂灯 到底要作甚 荣亭不语 领着师父进了房间 转身一掌 轰开了一扇暗门 我看着暗室里那硕大的冰棺 突然就明白了 这房间为什么这么冷 至于冰棺里的人 我盲猜是我自己 凑近一看 还真是我自己 荣亭不但刨我的坟头 还掀我的棺材盖 十年了 我终于又见到了自己这张脸 虽然当年我死得难看 但身上还带着我那 二师兄送的宁仙珠 就算成了巨尸体 过了十年 依然面目如画栩栩如生 放出去也是一个谦谦君子的模样 所以亭儿 你真的没必要弄这么大一个冰棺 你就没怀疑过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在土里都没变样吗 我看着师父将手放在冰棺上 我觉得老头子肯定在想 这回不用到处去找合适的身体给我了 你当初将它埋在哪了 乱葬岗 为什么又把他尸身带回地堂山 荣亭的目光落在冰棺上 准确地说是落在我的脸上 然后抬起手 掌心缓缓出现一条赤红色的线 在暗室里显得尤其耀眼 我吓得一愣 直接在聚魂灯里蹦了起来 我在灯里来回踱步 荣亭将袁丹收回 副手而立 他欠我一个理由 我挠了挠头 虽然挠不到实体 这个理由要我说出来 还挺没面子 这红线是鬼王留下的 当初我求鬼王办事 鬼王答应了 可这世上的事有阴才有果 我当时一身赤条条孤家寡人 哪里能就凭空得了果 所以只好答应日日修仙公鬼王熙时 于是一路奋发修到了大城 连带着把自己半条命给了他 让他以此换回荣亭 这红线 说白了 是我的半条命 至于为什么 这根线藏得好好的 会被荣亭扒拉出来 我只能说 可能是这几年 他扒拉我的坟 练会了这门手艺 宜儿不欠你任何 我的师父 一直都是维护我的 宜儿 他叫什么名字 也是 我都忘了 这徒弟这辈子 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云仪 飘渺云中仙 摇摇清以水 这是师父当初给我取名时说的 后来我的确成了刘云峰最自在的那抹云 他 为什么会去火狱 炫机上仙连姨儿的名字都不知道 何必忍死灯灭十余年 又来追问 师父不肯再说 又或者是师父不知道 我愿不愿让他说 两个人都暗示 三个人的对峙 最终是荣亭败下阵来 师父不但带走了聚魂灯 还带走了我的身体 还扔下了一句 炫机上仙若想血洗流云风 尽管来试试看 我默许了 本来想着十年一面 可这三天我看了他无数次 够本了 师父把我盖住御风而行 也许这就叫寄人灯下吧 我问师父 荣亭到底会不会真的杀上刘云峰 师父说不会 这十年发生了太多我不知道的事 我说也许会 他可是我的徒弟 师父说 痴儿不一定能叫出痴儿 那人这一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说是我没告诉他 师父不说话 我问师父 是人是妖真的那么重要吗 师父说 人心如此 我说 哦 隔了十年 我终于能摸到自己了 虽然虚弱地走两步就要倒 但我还是开心 于是我转头问师父 我啥时候能死 师父举起拳头锤了我一拳 能活着就好好活 师父把拳头松开 摸了摸我的头 我总觉得像摸一只小狗 你死以后 我用了聚魂灯 可灯不亮 我便以为你真的连魂魄都消散了 我吐槽说师父你用得太早了 而且乱葬岗孤魂野鬼又多 那时候我魂体都是透明的 当然回不来 既然还有魂魄 怎么不肯投胎 我说一开始是魂魄太虚弱 投不了胎 一年以后才聚齐一点 就想着可以投胎了 可那天他突然来了 我想着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就这么等着 不知不觉就快十年了 不必在外面流浪了 以后就住在流云峰 师兄弟们都很想你 我咧开嘴笑 还摸了摸师父的白胡子 师父那天他没来 我以为他放下了 我就想去投胎了 可那个白无常妃 说我是凶魔道的 我就和他吵起来了 他说要一掌拍散我 我想着就这么散了也好 无爱无恨 无忧无惧 多好啊 师父沉默着拍了拍我的背 为师姥姥 你得在我身边端茶送水 我乐呵呵地应了下来 在流云峰的日子悠闲得紧 我怕下着那些新弟子 就只在师父独居的院子里 天天躺着晒太阳 师兄弟们每天轮流来看我 有时候我睡着了 还会捏一捏我 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没人问我怎么又活过来了 大家都很高兴 师父约莫在为养好我的身体 想办法 我觉得他想的头发又白了好几个度 浮衍被师父关起来修炼 让他赶紧去补自己修为的空缺 二师兄在我面前嘚瑟 说要不是他的宁仙珠 我肯定就直接没了 我说是 要不是二师兄的宁仙珠 我的确留不下那一抹魂魄 浮衍观禁闭 身边就只有二师兄话最多 他说我死了以后 火狱群龙无首 戎亭以一己之力荡停了火狱 从此世间清平 他说戎亭现在是人人敬仰的上仙 绝对不会干出血洗流云风的事 让我放心 二师兄说的话是最不靠谱的 所以隔天戎亭就杀上了刘云风 这次一个人都没带 倒没有血洗 但是人被打趴了一片 我那内伤还没好的大师兄 诱上了阵 这次直接被打吐了血 师父和我站在山巅 问我要不要去 我摇了摇头 师父说发现了那根线以后 他就有了执念 执念太深 是会入魔的 看吧 身为上仙 正到当头 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命 是恶贯满盈的诸仙君给的 看吧 这狗屁世事 该来的 总是要来的 师父传音 让所有弟子都退下 只留下了大师兄一个人 我怀疑师父是觉得 大师兄受了伤 动不了 然后拎着我的脖子 往下面飞 可怜我费了一身修为 才出场得这么狼狈 容婷看起来已经恢复好了 吊打了我流云风中弟子以后 还脸部红气不喘 其实论起来 同辈之中是三师兄修为最高 但大师兄一直是把自己当成我爹 估计是为了替我出气 才这么硬碰硬 说真的 我觉得大师兄又胖了一圈 应该是被打肿了 师父拎着我从天而降 姿势不雅 白下了我一套新衣服 许久不曾以人身见这么多人 我属实有些不好意思 容婷直勾勾地盯着我 连手中的剑落地了都不知道 一时间 我不知道该叫他婷儿 还是容左使 亦获释 选机上先 上一次见面 我套了件红袍子 戴了个呲牙咧嘴的鬼面具 带领着火域万千鬼众 包围了修仙正道 容婷也在其内 然后 我的万千鬼众被反杀了 这次我穿着四师姐 给我做的新衣服 还挺人模人样的 朱 云怡 我还在想开场白 就听见了容婷叫我的名字 我一愣 你能不能把朱仙君三个字说完 这样说一个字 就很像在骂我 想不好摆出什么表情 我只能把五官表情保持得平静稳重 炫姬上先 好久不见 你没死 死了 又活了 容婷的表情变得五彩缤纷 我猜是因为她放弃了声明杀上刘云峰 我却活生生站在她面前的缘故 把她交给我 容婷提着剑指向我师父 这不需要问一问我的意见吗 然后师父把我推给了她 三日后 却一根头发 我定清一派之力血洗地唐山 三日三日又三日 我真的不想飞了 刘云峰离地唐山太远 我要飞吐了 这两个人没有要听我意见的打算 只有我的大师兄 放心不下我 在容婷拉着我就要预见飞走的时候 大师兄站上了剑尾 师父默认了 容婷原地停了许久 也默认了 我这把剑本来是可以很轻盈 但是现在显得颇为厚重 我身体虚弱 在剑上摇摇晃晃 容婷看了一眼 伸出手指 夹住了我的手腕 我的婷儿在关心我 只是没有完全关心 但我还是有点怕他 毕竟变成了人的婷儿 偶尔凶悍的时候 还是很可怕的 于是我瞅了一眼身后的大师兄 大师兄拍开容婷的手 扶住我的肩 让我靠在他身上 可靠 不怕被笑话 这一瞬间 我甚至感受到了一种 雌妇般的温暖 大师兄是明白 为什么我看见容婷 有些心虚的 因为那日地唐山血战 容婷掏我元丹的时候 大师兄就在不远处 我看见他认出了我 我看见他想冲过来 甚至还看见他张嘴 想叫我的名字 所以我抬起手 给他下了个定身术 还封了他的嘴 火狱的朱仙君 和刘云峰的逆途云怡 绝不能是一个人 我不想让刘云峰 因我再卷入纷争 我不知道 大师兄看见我 惨死当场是什么心情 反正现在 他是一点也不想我接触容婷 所以抵达地唐山时 强硬地走在我和容婷中间 非常可靠 在进地唐山居 这房里好像没那么冷了 估计是那大的离谱的冰关 被扔出去了 我还以为容婷当了上仙 会自立门派 没想到逛了两圈 发现整个地唐山 加上他养的那只滋滋鸟 也就十来个活物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忙忙碌碌 他头一次去刘云峰 就带了两个随从 兴许是只有两个有空吧 山上的人不认识我是谁 大师兄哼了一声 同我说他们没见识 我笑嘻嘻地说 同小辈计较这些干什么 我记着当初在地唐山 建凌峰阁的时候 就是看上了这里景色独好 登高远眺时 满天飞云都在脚下 为了再看一眼这样的景色 我挑了棵大树开始爬 等到戎云峰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我正站在树岔子上 插腰看风景 没办法 做鬼的时候 习惯飘在树上了 大师兄哼哼唧唧地 对戎云峰翻了个白眼 然后在我的试一下 一步三回头地 去了其他地方 其实我的眼神 是想告诉大师兄 能不能接我下树 当着戎云峰的面爬上爬下 真的很没面子 但是我那老父亲般的师兄 会错意了 树上风大 我挺慌的 戎云峰换了身 湖水色的衣服 长身玉丽 广袖上 还袖着震翅玉飞的河 他站在树营里 朝我伸出了手 我恍恍惚惚的 好像看见了云儿小时候 爬树下不来 我站在廊下朝他伸手 让他只管跳 有师父在 保管他丝毫都伤不着 骗人是会遭报应的吧 我没护好他 所以活该遭了报应 世事交替 眼前迷蒙 我脚下一滑 直直地从树上摔了下去 当戎云飞飞过来 揽住我的那一刻 我下定了以后 每天来树上摔一次的决心 毕竟荣亭的肩膀和大师兄的一样 都很可靠 我被放在地上 我说多谢 炫姬上仙 荣亭收回了手 我以为荣亭又要两个字两个字的说话 可他问我 为什么站在树上 长达八个字 可歌可泣 我指了指数 说上面风景好 荣亭问我为什么 怎么上去的 我瞟了他一眼 然后荣亭又沉默了 有些记忆太不美好 想要忘记 却又不停地想起来 荣亭的感觉 我也懂 天地都静默 荣亭的发丝 飘到我的耳边 蹭得我耳朵发痒 白云来去几番 如长空败练 荣亭突然开口 说他这些年 偶尔会想起我 我摸了摸鼻尖 想起我就来 跑我的坟堆堆吗 我还有什么 值得上仙记得的东西吗 有 荣亭侧过头 我不敢回望 只好眼巴巴地 看着前面 荣亭说 经常想起 他被抓去火域时 荣江里飘着 数以万计的 浮尸白骨 到处都是星红的 炽热的 只有我扛着铁块 出现在他面前 是火域里难得的一抹白 的确是 火域那个鬼地方 红得让人眼睛疼 时狂热时苦寒 鬼王把六岁的荣亭 扔给我时 那把剑我刚磨了一半 那时候的荣亭 还不是荣左使 我摸着他的头 哄着他想让他拜师 可他抓住我的手 狠狠地咬了一口 说有朝一日 一定会荡平火域 杀尽世间恶人 小小孩童咬人 着实疼 我呲牙咧嘴地收回手 掏出一本修仙道法 扔给他 我说 那就练吧 我等着那一天 火域修魔的人成千上万 原先修仙的只有我一个 现在有了两个 我想荣亭肯定是高兴的 毕竟这仙道是众人所求 可鬼王不高兴 火域有我一个异类就足够了 再多出一个荣亭 他觉得我在挑战他的权威 我给鬼王敬了一杯茶 然后蹲着给他捏腿 我说反正也没人知道 这件事修仙修魔又如何 只要是把好刀 怎样都能用 荣亭就是这把好刀 举世难求的利刃 他第一次被鬼王派出去杀人时 我把那把没了几百年的剑扔给他 我说 拿着吧 以此为任 战无不胜 我赌荣亭会拿着 因为他缺一把衬手的兵器 荣亭拿着剑 戴着火域的面具 一战成名 极北徐家全足被俘 荣亭摇身一变 成了鬼王左使 我屁颠颠地把徐家人捆起来 向鬼王鞠了个躬 这么些人用来炼丹可大补 鬼王同意了 我当晚就支起了炉子 然后我就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 丹炉里的人还在哀嚎 我从掌心祭出一股烈焰 加了把火 小样 还想给我下药 害得我装睡装了两三个时辰 趴得我腰酸背痛 荣亭成了鬼王的左膀右臂 外面的人听见鬼王左使的大名 往往闻风丧胆 连带着我也余有容烟 荣亭不再带战俘回来 他同鬼王说人都绞杀了 鬼王拍着他的肩膀 让所有人好好学学 荣亭戴着面具 我看不清他的脸色 但我觉得他肯定在笑鬼王 像个傻缺 等到鬼王想要在人间社堂口 做站点的时候 我说地堂山吧 那风景好 鬼王不放心 让我一个人去 他总担心我会背叛他 所以让荣亭跟着我 那真是求之不得 我在地堂山上建了凌风阁 荣亭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说因为今天的风大的像有人在抽我耳瓜子 荣亭给自己取的外号叫炫姬 我没取 无名无姓 死后无悲就最好 后来地堂山大战 凌风阁不知道被谁降了一个雷 踢得渣都不剩了 听说这个消息 我肉疼了好一会儿 如今的荣亭不必再以面具示人 这天下的风光都落在了她的肩上 我问她 不怕当初放的那些人泄露她的身份吗 荣亭错愕地看着我 问我怎么知道她放了那些人 我噎了噎 娘的说漏了 各个门派有各个门派的传承 比如刘云峰 传承的就是大漏斗的精神 能漏得我使劲漏 不能漏得我一点一滴的漏 当然 有时候漏得多了 也会被抓住 比如 现在荣亭就抓着我 问我到底瞒了她什么 滋滋鸟叫起来就没完 荣亭皱着梅亦挥手 漫天流光 瞬间隔绝了外界的声音 我问荣亭想知道什么 荣亭撩起袖子 露出手腕上的红线 她问这是不是和我有关 我盯着那条线 荣亭盯着我 我几度想要点头 可地堂山的风太大 吹的树都弯了腰 我摇了摇头 荣亭不死心地接着问我 为什么明知道 她在一点点的蚕食火狱 却一直替她隐瞒纵容 我说废话 因为我是好人啊 深陷淋雨 那就去撕破这黑压压的天 荣亭问我 既然是刘云峰的人 为什么要跑去火狱 我说天地不仁 身处仙徒或魔道 并无差别 结界里你来我往 一问一答 结界外日头隐匿 颇有些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我插颗打混 容亭气急 握住了我的手腕 双指凝光滑过手掌 又滑过手腕 然后就出现了一条 一模一样的红线 我俩都愣住了 大眼瞪小眼 我这条命一分为二 一半记鬼王 一半换容亭 鬼王死了 那一半自然回到我身上 可被拎着脖子去见容亭之前 我那老师傅分明说得清楚 他会盖住这线 绝不会露出端倪 这种吐口口水 在我手腕上蹭一蹭 装作施法的屁事 果然只有我师傅才干得出来 容亭抬起手 与我的手相对 两条红线在皮肉下扭曲 仿佛要冲破皮肉蹦打出来 我一边在心里骂娘 一边奋力抽手 可风云扭曲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到雷电 就这么把天撕开 破空而来 容亭反应更快 一掌推开我 自己也向反方向飞去 雷混着电击在地上 原先站立的地方 被劈出一个大坑 土壤焦黑 还冒着烟 容亭的衣服 被烧焦了一块 我一连后撤七八步 才稳住身形 要命 又是一道雷劈下 直直朝着我面门而来 我躲闪不及气地半死 娘的 就算你是天雷 也不能次次就指着我来劈吧 于是我闭上眼 打算等死 雷声轰鸣 却没落到我身上 我眯着眼睛 看见前面 站了一个不太灵活的身影 正双手结印 替我挡雷 大师兄 你快闪开 这是天雷 你挡不住的 我急得大吼 别吵 一切有师兄在 大师兄的脚在地上 踩出两个深坑 容亭持剑 跃至空中 活生生 斩断了第二道天雷 火光混着电光 腾空爆裂 我们三个人 一起被弹飞出去 我被炸得眼前一片白茫茫 撞到了山石上 大师兄被炸得撞到了我身上 一开始我没晕 后来我被大师兄砸晕了 晕之前我想着 上一次是一道雷 这一次是两道雷 再有下次 说不定就是三道了 平时我是不做梦的 但这次 我做了一场 尝到我怀疑自己 已经开始回光返照的梦 从梦里 惊醒过来的时候 师父站在床边 看着我 我揪着师父的袖子 问是不是嫌我话 多要做掉我 否则怎么这么骗我 就因为师父的一句话 我放心大胆地 让容亭看我的手 然后红线纠缠 我就被雷劈了 师父说他故意的 把我送来地堂山 也是故意的 因为怕雷劈坏 刘云峰 我无语凝夜 师父说 容亭也晕了 可我分明记得 我晕之前 他还是醒着的 我问容亭怎么样了 师父说 只是挡了三道天雷 历节晕厥 我脑子有些发猛 不是两道吗 我被撞得浑身 跟散了架一样 死活爬不起床 于是师父 把容亭搬来了 放在我旁边 两个人头 并头肩并肩地躺着 顺带把我和容亭的 手绑在一起 蔓延至手腕的红线 又开始发光 我急眼了 问师父要干什么 师父替我一好被子 我用另一只手 揪住师父的胳膊 让他别走 师父拍了拍我的头 坐在床边 就像要和我拉家常一样 师父说 他这一生有一大姓氏 一大汗氏 姓的是 弟子有爱满门和睦 汗的是 当初未能留下我 眼睁睁看着我去了火狱 师父在我额头点了一下 我将着身体动也动不了 我说不要 师父说我是傻蛋 我说我还没有你给端茶送水 师父说他老当义壮 我哭着嚎着 让他别走 我哭着嚎着 看着他转身出门 一如当年 我定住大师兄 让他看着我赴死 第二段 讲过往 我是云姨 刘云峰的云姨 我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凑热闹 所以那天听说好几个门派围肩妖精窝 我吃完三碗饭就溜下山去凑热闹 妖精窝被烧得烈烈火起 人都散了 热闹没凑上 反而从火堆里捡到一个奶娃娃 准确地说 是一只成了人形的赤羽贺精 我看他哭得可怜 就编了个竹篮子 把他放进去 刘云峰上好久没有过这么小的娃娃了 就带回去养着吧 我那些师兄弟们 以为这是我生的 差点打断我的腿 我说这是我捡的 师父探了探他的脉络 给了我一拳头 说这是赤羽贺 长大了就是凶兽 我笑嘻嘻地说 我小时候师父也说我凶 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而且一只小兽 能坏到哪儿去 说赤羽贺是凶兽的 都是早八百年的记载了 所有人都拗不过我 叮嘱我不能让他显了真身 我硬承下来 牛脸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云婷 贺利云婷 这孩子就是我的徒弟 得随我 我没养过孩子 更何况赤羽贺本来就长得慢 我闭关前 他是七八岁的样子 我闭关三十年出来了 他还是七八岁的样子 气得我转身就要继续闭关 然后他拉住我的袖子 和我说我闭关了 他一个人怎么办 瞧他可怜兮兮的 我抱起他巴基亲了一口他的脸 我的乖徒儿 师父不闭关了 我那些师兄师姐 甚至是师弟师妹 徒儿都收了一窝了 只有我的院子还空空荡荡 从早到晚 就我和云婷两个人 云婷问我 怎么旁的人都长得这么的大了 他还是那么小一点 我端着师父的样子 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让他静心练功 有一说一 我这个师父当的 除了能教他练功 别的什么也不会 饭是他做 衣服是他洗 睡觉的蚊子也是他打 我看着他在烛光下 眯着眼睛缝衣服 深感为徒不易 幸好我师父徒弟多 其他的弟子能出门历练了 云婷终于长成了少年的模样 身上的衣服短了一截 露出手腕脚腕 我端向了半天 问他要不要去大师伯那里 看看有没有能穿的衣服 一个门派嘛 就是这样 胸有地功 胸中地极的 云婷叹了口气 当天下午背回来 一背兜的旧衣服 洗洗还能穿 别的师兄弟历练回来了 云婷苦着脸问 什么时候能去历练 我本来想告诉他 不能去 外面的花花世界太复杂 他一只小鹤飞出去了 被人发现 我不一定就得了他 可他满脸期待 我只好带着他 偷偷出了山门 刘云峰上苦记百年 我在外面玩得乐不思归 云婷又苦着张脸问我 什么时候回去 要不然被发现了 就完蛋了 我说没事 带为师吃完这碗饭 然后回去 就被罚面壁撕过 我坐在小黑屋里 无聊到抠脚 云婷说他不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能下山 他却不能 下山了还要被罚 我始终不好意思告诉他 因为赤与鹤一族 只剩他这一个仔了 作为凶兽 千年来伤人不倦 在外面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可我忘了 云婷已经是个成年的赤与鹤了 所以他趁我睡觉 偷偷溜走了 我急得发疯 寻着痕迹 一路找一路寻 最后在困兽的阵法里 看见了被两个修仙道友 打得奄奄一息的云婷 打得背后的赤与鹤意 都出来了 我养了这么久的人 我连根毛都舍不得拔他的 我不杀人 杀人就犯了刘云峰的忌讳 所以我废了那两个人的丹田 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了 我抱着不省人事的云婷 回刘云峰 他晕了三天 我守了三天 云婷醒过来的时候 我端着熬得稀稀拉拉的粥 问他要不要喝 他却问我他是不是要 我说这粥是我熬的 真难吃 他拉着我的手 问我他是不是要 我说是 他的手就颓唐地滑落下去 我问他是人是要重要吗 他说重要 是人才能修成正果 要修炼百年 千年万年 也还是要 我说可你永远是我徒弟 于是他把粥喝光了 一抹嘴 说下次还是我来熬吧 师父做得真的好难吃 修仙之人年岁不分 等到云婷长得和我一般高了 我才呼绝时光飞逝 他做菜的手艺越来越好 来蹭饭的大师兄越来越胖 起初大师兄是不喜欢云婷的 但吃人嘴短这么多年 还是给了他一份请柬 师伯过几日成婚 你跟着你师父来观礼啊 云婷问我成婚是什么 我说大概就是两个人看对眼了 然后一辈子在一起 云婷盯着我的眼问我 就是这样看对眼吗 我把他的头扭向一边 让他赶紧去做饭 刚才的都被大师兄吃光了 我一口没吃到 大师兄成婚那天 刘云峰漫山遍野都是红愁 我到处溜达 想着日后云婷结婚 我也给他整得热热闹闹的 普风同庆 云婷喝了两杯酒 醉得双脸飞红 跑出来和我说 我那大师兄亲了他媳妇一口 就像小时候我亲他那样 我说那能一样吗 云婷挠了脑脑袋 说是哦 我已经比师父高了 那师父是我媳妇 我一路连打带踢的 把他踢回了自己的院子 他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踢 发现他果真是比我高了半个头 我不知道云婷的生日 就草率地把他的生日 和我的定在同一天 毕竟这样能多收一份礼 可我实在不知道 送他点什么比较好 于是找到我的老师父 说我要带云婷下山 云游四海 我师父对我翻了个白眼 云婷都那么大了 让我去就去 别打扰他修炼 我拔了根师父的白胡子 在他气急败坏的怒骂声中 带着云婷坐别了刘云峰 我本想着云游四海 带着云婷掌掌见识就回去 但好死不死 遇到了曾经被我打废丹田的两个人 世家子弟就是不一样 丹田废了还能靠丹药续命 居然活了这么久 虽然长得已经比我师父还老了 他们不认得长大了的云婷 只认得容颜未改的我 找了一堆人把我和云婷围起来 我踢了踢云婷 比了个冲的手势 两口茶的功夫 战斗结束 云婷的头发竖的精神 踢飞了所有人回到我面前时 马尾还一甩一甩的 我揽住她的肩说 师父带你去吃面 加两份牛肉 云婷怀中抱着剑 问我怎么不能直接杀了他们 她的剑都差点出窍了 我敲了一下她的头 告诉她这叫门规 我们是名门正派 云婷又问 为什么我出门不带兵器 我说都当师父了 还带兵器多没面子 我很后悔 后悔当年没有直接杀了那两个人 让他们活到现在 还有力气在我背后 问我是哪门哪派 胆敢收留赤与贺余孽 我气得后背发抖 我的婷儿 是这天底下顶尖的珍宝 这群老不死的 居然说她是余孽 云婷回头看了一眼 问我什么叫做余孽 我捏紧拳头 想不出怎么解释 那个老不死的接着说 余孽就是全家死光 只剩一个了 于是我转身去扇了她 七十多个耳瓜子 直到把她扇晕 云婷长这么大 第一次和我吵架 她红着眼睛问我 为什么要眼睁睁 看着她的族人被杀尽 我手足无措 想要给她擦眼泪 然后被她挥开手 我说我去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剩下了她 她追问我 如果我赶上了 会不会救下他们 我脑袋发麻 如果我赶上了 我也不会救 因为赤与贺 是古籍记载的凶兽 而我以前干的最多的事 就是吃饱了饭 到处去斩妖除魔 我的沉默 让云婷发怒 发狂 她问我 为什么旁人 诛杀赤与贺 我能冷眼相看 她想杀掉两个 曾经想要杀她的人 我却告诉她 要受制门规 这世间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无言以对 云婷摔门离去 那晚 我纵容云婷 去杀了人 甚至帮她善了后 我在大街上 找到失魂落魄 醉得不知天地 为何物的云婷 背着她往回走 她问我 她做错了吗 我说没做错 这世间 的确没有这样的道理 她问我 她还能回流云峰吗 我说能 只要我在 就没人敢让你走 第二天 醒过来的时候 云婷同我讲 她想回流云峰了 我说 那就回去吧 在流云峰上的日子 似乎更枯燥了 云婷心里 仿佛憋了一口气 十倍百倍地 用功修炼 我只能没事干的时候 就去找大师兄 大师兄已经抱上了女儿 笑得像个弥勒佛似的 问我小侄女可不可爱 我说可爱 不过论起最可爱 还得是我家庭儿小时候 大师兄用胳膊肘 对了我一下 问我怎么还不娶亲 一开始师父是想要给我一亲的 刘云峰门槛都要被踏破了 后来就没人来了 因为我去遗亲 云婷总是哭 我只好抱着她一起 那家大姑娘愿意来给我带孩子 现在云婷长大了 我也早就没有这个心思了 我同大师兄说 比起我自己成亲 我还是更想给云婷找一门亲事 让她安定下来 就这样巧 这句话就这么被出门来寻 我的云婷听到了 当晚她和我闹脾气 说她不想娶亲 我说 难不成要和我在这留云峰 一起当孤寡老头子 云婷板着脸 正儿八经地说 就算要娶亲 也只娶我一个人 我做事又要捶她 她就握住我的拳头 和我说天地为鉴 此心纯真 吓得我当场从窗户飞了出去 连门都没来得及打开 我找师父求助 师父说我自作孽 我找大师兄求助 大师兄摸了摸自己的壶茶 说我是师父 要娶也是我娶她 我悟了 于是打算跑下山去买两坛酒 好上门提亲 然后在大门口 遇见了提着四坛酒的云婷 我问她这是去干啥 她说买酒提亲 我问谁教她的 她说二师伯 娘的 迟了一步 我不答应 我是师父 她理应尊师重道 就在我拒绝云婷的第三天 她消失了 我把整座山都翻遍了 大师兄说 会不会是去准备聘礼了 我的心扑通狂跳 不是高兴 是不安 大师兄让我下山找找云婷 他就留在刘云峰 找找当年的红绸子 翻出来给我和云婷用 果然是凶有地功 想不到我刘云峰已经穷到如此地步了 下山时我遇见守门的弟子 问我要去哪 我说找徒弟 弟子说云婷师兄吗 我说废话 你见我哪里还有其他的弟子 他说 昨天云婷还去找他们喝酒聊天 聊的是江湖传闻 那弟子说了很多 我只听见一句 云婷问了当年诛杀赤与贺的事 哪门哪派 疯了 都疯了 我去了青路门 满门被图 我去了岳同岭 满门被图 我去了封影派 找到了被驱魔钉 钉在墙上的云婷 云婷的脚下 是被斩断的赤与贺翼 和断成几节的剑刃 他还穿着我给他新买的袍子 很是合身 再也不会露出手腕脚腕了 只是衣服被血染成了红色 血顺着一百滴滴答答地往下掉 我站在硕大的院子里 被人团团围住 我动一步 围住我的人就动一步 封影派的掌门拿着一把刀 刀刃染血 我觉得那是云婷的血 他问我是谁 我说把云婷还给我 他问我是不是赤与贺鱼念 我说把云婷还给我 我运气将周围的人弹飞 和封影派掌门纠缠在一起 他用刀 我用拳 云婷的血多滴一滴 我就多打他一拳 直到把他逼到墙角 一拳打断他的刀 一拳打废他的丹田 周围的人退得远远的 我颤抖着把云婷身上的钉子 一根根拔出来 他就这么瘫在我的身上 血迹一点点地渗进我的衣服 他的下巴抵在我的肩窝里 我听见他说 师父 你来了 师父来晚了 师父不该走错那么多地方 我想去购地上的贺益 可怎么也购不到 师父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厉害 居然能打赢他 本来打不过的 突然就打得过了 我不敢去碰他背后的伤口 想让云婷趴在我的背上 可他的手骨断了 一直向下滑 师父 我疼 我让他乖一点 我带他回家 回家了有师公 师公替你治伤 就不疼了 我想疼出手抽自己一巴掌 当初师父让我好好学炼丹治病 我怎么就没学 师父 云婷的声音更弱了 我恍惚间听见刀捅进皮肉的声音 云婷顺着我的背跌落在地上 任由我怎么都拉不住 我转身 想要把他抱起来 可我看见的是 风影派掌门的那张脸 扭曲的 得意的 手里的断刀 是我一拳打断的 是他刚刚从云婷身上抽出来的 那把刀刚刚捅进了云婷的心脏 我好像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 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动作 只想着 我要杀人 于是我从身体里祭出一把剑 狂风自四方汇聚 我不是没有兵器 只是我怕兵器伤人 我及时利刃 我要剑杀人 剑变杀人 我要剑屠戮 剑变屠戮 至于其他的 我不记得了 第一次杀人 杀得太多 只记得血光满眼 和奄奄一息的云婷 我想把云婷抱起来 可我试了好几次 腿总在发酸发软 站不起来 我只能摊坐在地上 把云婷抱起来 不停地给他输入灵气 云婷好像在和我说话 可我什么也听不见 直到他拉住我的手 和我说 师父 你为我犯忌了 我犯忌了 我应该早一点犯忌 我不应该只打断他的刀 我应该一开始就杀了他 云婷问我 他是不是快死了 我说他不会 有师父在 你不可能死 云婷说 他杀的是不是该杀之人 我说是该杀之人 赤与鹤当年已经必是多年 是这些人为了一己私欲 想用赤与鹤的双翼炼制兵器 云婷突然勾起了一点笑 然后眨了眨眼 像小时候坐在灯下 把衣服缝得一团乱麻的样子 他说 师父 我本来想报了仇 买几坛新的酒 再去找你 他们说 我们两个人 不能用嫁娶来论 要说道旅 师父 我想和你结成道旅 我把额头和云婷的额头贴在一起 眼泪和眼泪也混在一起 我听见云婷问我 我们两个的衣服都染红了 像不像洗袍 我说像 我听见云婷问我 这世间的正道究竟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我听见云婷说 师父 我心悦你 我哽咽着说我也心悦你 可云婷闭着眼睛 认我怎么叫他也不睁眼 我向他道歉 说我错了 我不该只想把你留在刘云峰 我不该说那些不能犯计的魂话 这世上的路那么多 我们怎么就走进一条死路了 我求云婷睁开眼 我要带他回家 养好身体 然后陪他一起报仇 云婷没睁眼 我抱着他冰凉的身体 坐在湿山血海里哭 我背着他冰凉的身体 去了金塘门 见之所指 无人生还 我问云婷 他的仇我替他报了 他能不能别不说话 云婷不理我 我就背着他回刘云峰 刘云峰上张灯结彩 要助我这个千年老光棍 喜得道理 我背着他进藏宝阁 翻箱倒柜找到聚魂灯 我在藏宝阁里待了六天 聚魂灯我试了不知道多少次 直到师父破开我的结界 闯进来给了我一巴掌 师父让我清醒过来 云婷已经死了 我又哭又笑 疯疯癫癫 我知道云婷死了 可魂呢 还有魂呢 师父说云婷是赤与鹤 一生为妻 无魂无魄 连转世都不能 赤与鹤 赤与鹤 我风叫着 把聚魂灯摔了出去 我抱着云婷 坐在流云峰巅 不吃不喝 来劝我的人都被踢了下去 直到那些名门正派 锣鼓喧天地冲上流云峰 这些人靠着我寄出的剑 认出了我 要不是他们说 我都快忘了 自己以前干过一人一剑 斩尽妖魔的事 是我让我放下了剑 我看着云婷被我擦干净的脸 是当初我捡的那个娃娃 我天天想着给她喂饭洗衣服 哪里还有心情动刀动剑 报应 这就是报应 我杀了这么多妖孽 老天爷就从我身边收走云婷 杀了人就得赔命 可我不想赔 我握着剑问他们 谁想和我一战 没人上前 于是他们逼我师父处置逆途 我把剑交还给师父 跪在他面前 求他杀了我 师父运气将剑摧成鸡粉 告诉我 你走吧 我想保全刘云峰名声 师父想保全我性命 我带着云婷离开了刘云峰 我叩问诸天神佛 没人能让云婷睁眼 我跪拜十殿阎罗 没人把云婷还给我 于是我踏进了火域 浮尸白骨 火域招魂 久死不悔 世间有人修仙 便有人堕魔 我抱着云婷 自无尽崖头一跃而下 堕入无间火域 修魔者 以修仙者的灵力为实 这无间火域下 就堆积着山一般的 修仙者尸身 人世间 无人能救云婷 我就来求魔头 鬼王坐在高位上问我 用什么和他交换 我说这世上的修仙者 能打得过我的不出识人 鬼王漫步到我面前 跳着我的下巴 笑得猖狂 一边笑一边说 真有意思 他说 还以为这世间的修仙之人 都是只会来求他施舍 魔修功法的苍蝇狗狗之辈 我望向他眼底 只能看见一片赤红的疯狂 不能救活云婷 我就以命化压 半条命给云婷 云婷死后没有魂魄 那就用我的命 混着云婷的身体 造出一个魂魄 送他入轮回 再世为人 半条命给鬼王 永生沉沦火域 甘心为奴 以此身为容器 日日修炼 供鬼王兮食 我像一条孤魂野鬼 在满是修魔者的火域犹荡 这火域不分昼夜 只分寒热 外界是白日时 火域如同火炙 外界是夜晚时 火域就像结了一千层寒冰 我在火域日日修炼 鬼王得空时 就来吸食灵力 说是吸食 其实就是围在我身边 闻来闻去 让我屡次觉得自己像一头烤乳猪 鬼王对我这个贴身奴隶很是大度 得空时没人管我 我就支起丹炉试着炼丹 抑或是扛着大铁块磨剑 磨不动的时候就割破手 往上滴一些鞋 润了鞋也就不色了 放血时偶尔会吸引来一些修魔者 只可惜都打不过我 在我周围来来回回地走 我只顾自己磨剑 我在火域连日不断的哀嚎声中 独来独往 被抓进来的修仙者认出我是同类 有人怒骂 我是仙道败类 助纣为虐 有人泪流满面地求我救他一命 我跟在鬼王身后 鬼王说有人在骂我 我搭拉着眼皮 数今天是云庭投胎的第几日 等那把剑磨得出剑雏形时 我在自己脖子上笔划了一下 一回头 就看见鬼王提着一个小屁孩 扔到了我面前 那个小屁孩张牙舞爪 我只一眼就掉下了泪 连忙放下剑 然后颤颤巍巍地指着鬼王 问他什么意思 鬼王轻身凑到我的跟前 笑得人畜无害 本座的小奴隶 都已经修炼到大城了 本座如果不捏点把柄在手里 怎么好让你为我尽心尽力呢 那你直接杀了我不就得了 本座怎么舍得 鬼王摸了一把我的脸 聂元啊 聂元 我看着转世为人 却被鬼王抓来火狱的小屁孩 又把眼泪憋了回去 低头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抿着嘴 扭头不肯说话 我问他要不要拜我为师 他狠狠地咬了我的手一口 鬼王好整以侠地看戏 我唉声叹气地把人安置下来 以尽数逆天道 以一命换轮回 相见亦不实 当晚我给鬼王捏肩垂腿 格外卖力 还顺带给他整理好衣服 夸赞他风姿卓绝 鬼王的手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来一条红线 而我这个贴身仆从 居然不知道 这是什么 我指了指那条线 鬼王扬起 他那高傲的下巴 告诉我 这是我的那半条命 云婷转世投胎事成 这条线自然就出现了 我在鬼王露出的胳膊上 找了半天 没找到其他的红线 鬼王恶狠狠地说 难不成我以为这天底下 人人都能当他的奴隶吗 我说 哦 也许我看起来 天生长了一张 伺候人的脸吧 半条命 鬼王有 那云婷自然也有 为了一探究竟 我趁着鬼王睡觉 抱着睡着了的云婷 进了鬼王的房间 我捏住云婷的手腕 想试试用灵力催动红线 果然就出现了 可两条红线刚凑在一起 就开始扭动纠缠 我看得入神 不想一记雷电 居然穿过火域外面的 结界凌空梯下 吓得我赶紧抱着云婷就跑 那天晚上 鬼王被劈得很惨 听说头发都焦了 于是第二天 我就被打了一顿 错在我 我也不躲闪 鬼王掐着我的脖子问我 这些年 他是不是太过纵容我 我被锁着喉说不出话 鬼王把我摔在地上 砸起一圈灰尘 声响惊动了戎婷 他站在拐角的地方 看着我 我抹掉嘴角的血 冲他笑了笑 让他赶紧离开 鬼王被劈得特别惨 我也被打得特别惨 以至于三天三夜 没能下床 等到能下床活动了 我屁颠屁颠地跑去找鬼王 问为什么会引发天雷 鬼王被我馋得满脸不耐烦 告诉我 尽数本就是逆天为之 两条线凑在一起 就会引发天雷 我寻思 这老天爷 真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我只是试了试 就这么精准地 劈了道雷下来 于是我对着鬼王 行了大礼 谢过他 取走我半条命 否则我这一生 都没办法 和云婷 再次手拉手 鬼王黑着脸 让我滚 我鼻青脸肿 高高兴兴地 退了出去 然后在火域里 翻遍所有古籍 最后在一本长了层层蜘蛛网的书里 翻到了鬼王说的天雷 以尽数违逆亘古天道 红线纠缠时 就会降下天雷 天雷十二计 若是能承受住 红线就会消失 再不受天雷挟制 我想了想 鬼王被劈成的那个鬼样子 别说十二计天雷了 那怕只是一计 我也得尽全力 才能挡住 事实证明 我想多了 云亭对火域的厌恶 远超我的想象 别说拉手了 想要见到他一个好脸色 都难于上青天 火域的日子 不比刘云峰有趣 我每日都往云亭的身边 丢修炼的书 在这个魔修遍地的火域 我们两个修仙的 显得格外夺目 有人向鬼王告状 鬼王不耐烦地 让我收敛一点 我一边硬承 一边继续给云亭丢书 偶尔云亭被人欺负 我又不在时 事后我就在火域里转圈找他 从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把他找出来 领回去上药 修魔的人打人下手 总是比较重 但顾念着云亭是鬼王 亲手带回来的 好歹是不敢去吸他的灵力 只是他身上经常清一块子一块 我只能把他衣服扒了 给他上药 他咬着牙问我 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一边给他擦药 一边看着他左右肩胛骨上的胎记 说不好不坏 是个普通人 于是他告诉我 他的名字是荣亭 我愣了一下 说是个好名字 然后让他赶紧趴好 要还没上完 火域里和我说过几句话的人不多 有人见我额外观照荣亭爵的奇异 就打去说 既然让他学修仙杀人 不如就直接收他为徒算了 荣亭听见杀人这两个字 原地愣了很久 问我这里的人是不是都爱杀人 我点了点头 他朝我呸了一下 说我是个大魔头 然后独自跑开了 我无奈服额 拦住了想要教训荣亭一顿的人 自那以后 他就不愿与我说话了 鬼王觉得 荣亭恶狠狠的样子 很有魔修的前置 就扔了几个人 给他让他吸 我无奈地把人抗走 和鬼王打商量 就继续让他修仙倒算了 鬼王又打了我一顿 默认了我的提议 后来 我只能偶尔往荣亭身边 扔一些修仙的书籍 和治病的丹药 一开始 他都原封不动地给我扔回来 后来都是看完了 再给我扔回来 至于丹药 像来是一颗都不肯吃 真正成了人的亭儿 不再像前世一样 身体老实长不大 我每隔几日见到他 就觉得他似乎又长高了 不知不觉的 竟然就长成了个大小伙子 只是天天冷着一张脸 一天到晚都穿着黑衣服 看起来比修魔者还修魔者 鬼王下令要诛杀极北徐士时 我正在试剑 当年的铁块 已经磨成了一把 垂毛利断的长剑 我一边用手指在剑上 轻弹了一下 一边想 这次会是谁去极北 剑刃薄而立 在我手中蒸蒸作响 容婷罕见地主动来见了我 站在我背后 说他要去极北 我有些郑重 他接着问我 平日练丹 会用人来练吗 我挑了挑眉 不置可否 只将手中的剑递给了他 脆血为刃 这次的剑我磨了几百年 再也不会断了 他错愕地接过剑 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把剑送给他 我说 就算是你我有缘吧 容婷第一次出火狱 就带回来了徐氏泉族 一时间鸣声大噪 整个火狱也在无人嚼舌根 说他练的是修仙功法 鬼王嘉奖了容婷 让他做了鬼王左使 还颇有些得意地看着我 仿佛在炫耀 就算他应允容婷修仙 他也能将容婷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火狱奴隶 我屁颠颠地说恭喜 请鬼王将徐氏族人交给我 我想用来炼丹 鬼王漫不经心地让我随便用 我捆着一大堆人回了炼丹房 容婷那点小心思 我能不知道吗 无非是想要救下徐家的人 他往我的炼丹房里放迷烟 我就顺势装睡 他把徐家的人换成被他打晕的修魔者 我就等他带着人走了再醒过来 然后往丹炉里加把火 没办法 谁让我是师父呢 容婷成了鬼王左使 声明确起 火域之中 渐渐无人敢不对他恭敬 他似乎也不再那么抵触我 偶尔也会和我闲聊几句 他问我除了朱仙君以外 没有其他名字吗 我说自己无名无姓 连朱仙君这个号 都是鬼王赐给我的 他说火域这么多人 我怎么偏偏选中他修仙 我说因为你长得俊俏 他冷着脸走开了 我笑嘻嘻地把自己洗干净 连带着把灵力运转了好几个周天 然后精神充沛地进了鬼王的房间 做奴隶就要有做奴隶的自觉 鬼王大人还在等着吸我的灵力 容婷误打误撞 走进鬼王房间的时候 鬼王正凑在我的脖子边上使劲息 我看见容婷的脸 仿佛被冰冻了又踢碎一样 转身急匆匆地离开 鬼王猛吸了一口 问我容婷怎么了 我翻了个白眼 觉得自己清白不保 鬼王钳制住我的下巴 让我直视他 问我就这么在意容婷的看法 我眼角抽了又抽 反问他 不然呢 鬼王好像生气了 咬了我脖子一口 血珠子一颗一颗地往外冒 还让我滚出去 果不其然 那天以后容婷见到我就绕着走 我长须短叹 觉得世事果真诸多无奈 如此这般 容婷更加专心地挖火欲墙角 不过平心而论 她的计划不算完美 甚至有些时候 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我一边吐槽她 果然还是小孩子 一边在她后面默默地善后收尾 时间越长 鬼王对我就越疑心深重 甚至生出了要直接把我灵力吸光的念头 但一般都是嘴上说说 从来不动手 我照旧勤勤恳恳 鬼王时不时掏出一把匕首 抵在我的丹田上 说他要剖出我的元丹 我盯着那把通体如红玉的匕首 说王上的兵器好生锋利 这种时候 鬼王总会笑得很大声 说我越来越乖叫了 笑声响彻火域 吵得人耳朵发痛 让我觉得这鬼王多多少少沾点毛病 容婷如今已经不再带俘虏回火域了 她只需说一句都杀光了 就可以解释一切 我深刻地觉得 她深受信重的光环上 起码有我一半的功劳 所以当风头无两的容左使提出 要放出火域所有修魔者出去颠覆人间的时候 整个火域都沸腾了 鬼王觉得容婷的提议尚好 毕竟在火域待久了 是时候出去 让外面那些道貌黯然的人都见识见识 火域到底是个什么实力 于是她不但答应了容婷的请求 还特意在我面前炫耀 说她对于容婷经她之手 变成一个如此成功的魔头这件事 甚感欣慰 我竖起来大拇指 说牛 火域在人间并无可以落脚的地方 容婷说得见一个 我自告奋勇说我去 身为奴隶 多年未出火域 鬼王的目光在我身上转了好几圈 仿佛要把我盯出一个洞 他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还派容婷捅我一起 我高兴地伸出脖子 让鬼王赶紧吸灵力 想吸多少吸多少 第二天 我站在无尽崖边上 看着洒落大地的日光 深感不适 果然在火域待久了 都忘记自己还是个人了 我挑了地唐山 那个地方了无人烟 又风景独绝 最主要是离流云丰远 凌峰阁建成的那天 容婷头一次换上了肃静的衣服 站在阳光下衣媚翻飞 我猜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凌峰阁的日子安静又闲适 从未有人将我们与火域的朱仙君 与鬼王左使联系起来过 这样的日子让我想起了刘云峰 没有大师兄陪我喝酒 也没有二师兄陪我唠嗑 小师弟也不知道修炼得怎么样了 于是我一个人在地唐山的大树下喝酒 我可能是有些醉了 看见戎婷出来 就招呼他一起喝 我问他这些年开心吗 他不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说话 他就抬头看月亮 我也跟着他抬头 我想他肯定是有恨的 如果没有去火域 他现在应该是这世上一个 清贵的小公子 那晚过后 我被容婷幽禁了 我不亏 毕竟和容婷在地唐山 了无拘束地生活了这么多天 其实我还算好的 其他跟来的修魔者都死了 我起码留了一条命 从火域而来的修魔者 到了地唐山后 都逃不出有来无回的命 世上的人慢慢都知道了 地唐山出了一个 好炫姬的修仙之人 一柄长剑 风华绝代 不过他们不知道 那把剑是我造的 容婷不想要我的性命 甚至还会来看看 我过得怎么样 我说容卓时好生厉害 居然想到 先在人间建一个据点 把修魔者都骗来这个地方 孩子总是要夸的 多夸他 他才有心情继续干大事 容婷坐在我对面 问我为什么要杀他父母 我想了很久 觉得我没有杀过 我问容婷到底有多恨我 容婷说 轻负火狱 杀尽天下恶人 使他毕生夙愿 我叹了口气 容婷看了我很久 随后转身离开 再也没来过 过了段时间 容婷反叛的消息 终于传回了火狱 山下修魔者大批出现 不再来临风阁 而是四处屠杀百姓 我想着容婷应该快忍无可忍了 可天上的月亮正弯 还不是好时候 我等了七天 终于等到了月圆 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低喝了一声 剑来 那把送给容婷的剑 就这么晃晃悠悠地 飞来了我手里 容婷还是不信我的 虽然用了我的剑 却未曾让她认住 那晚上我遇见而行 轻车熟路地回了火狱 不出所料 鬼王正躺在榻上 本来就白的脸 现在跟抹了一层白灰一样 我推门而入 鬼王扭过头看着我 扯出一抹阴森的笑 我说 别装狠力了 我知道你现在虚得慌 我在火狱这么多年 鬼王每次叫我 我都随叫随到 唯独每月月圆之夜 鬼王从未找过我 第二天再找我时 往往修为大俭 虚弱异常 我用我的脚趾头想了想 趁月圆之夜来杀鬼王 肯定没错 鬼王的目光 死死定在我身上 我在房间里逛了一圈 缓缓从墙上 取下那把通体 泛着赤红光芒的匕首 然后把匕首抵在 鬼王的丹田处转了转 问他知不知道 我想要干什么 鬼王之冷起一只手 抓住我的手腕 说难不成你想要杀了本座 本来我也不想的 我本来可以 就这么半人半鬼地 待在火狱 只是谁让你 偏偏把容婷带回来了 可容婷他不喜欢 一天到晚又冷又热的火狱 他喜欢地唐山的月亮 我只好动手了 不过我还是低估了 鬼王的实力 哪怕他修为大俭 哪怕我已知大成 还是被他吊起来暴打 不愧是连禁术 都能随便用的火狱之主 要硬打 我还真是打不过 鬼王用敌手 穿过我的琵琶骨 把我钉在了墙上 这个画面 我总觉得很眼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我的乖徒弟 也这么被钉在墙上过 你要的东西 本作样样都满足你了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鬼王捏着我的双颊 让我觉得自己 像一只胖头鱼 我嘟囔了一下 话也说不清楚 鬼王接着说 既然我这么在意戎婷 那他就把戎婷带回来 在我身边活寡了他 我想了好一会 才摆了摆头 正托出鬼王的手 问他这么在意我 莫不是看上我了 鬼王煞白的脸一红 然后开始全脸 烧着了似的发红 咬牙切齿地问我 居然现在才看出来 我笑得差点被过气去 鬼王恼羞成怒地 把我连人戴匕首 从墙上取下来 困在墙角 说再笑 就割破我的喉咙 我问鬼王 要了我半条命 又收我为奴 难不成是怕我哪天 偷偷跑出火域 不管他了 鬼王问我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我贴着墙缓缓站起来 拔出了插进自己 琵琶骨的匕首 染了血的匕首 显得格外妖艺 我问鬼王 不会忘了 这把匕首 是用什么造的了吧 鬼王皱着眉 这火域千千万万年 一把不是很瞩目的匕首 当然不值得 鬼王记这么久 于是我告诉他 是赤与贺易 这匕首 是我廷儿成百上千个族人的 羽翼锻炼出来的 这道身上 还留着贺易的纹路 鬼王大人已经忘了 您当初用魔修功法 和修仙门派做的交易吗 几百对贺易丢进锻造炉里 才换回来的匕首 您就这么忘了吗 可鬼王皱眉想了很久 他实在想不起来了 看吧 这就是所谓的天道 高位者诛杀旁人满足 只是为了练一把随意把玩的匕首 而如今他却皱着眉 连这档子事都想不起来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我踏仙徒堕魔道 又有何区别 鬼王问我 当真想要杀他 我说 不死不休 于是鬼王抱贺一声 单手承找带着静风 直击我的天灵盖 我盘腿而坐 合上眼 双掌结印 抱了我自己的圆丹 我吐血 鬼王也吐血 我痛得满脸扭曲 鬼王也痛得满脸扭曲 则 不枉我出火狱前一晚 把自己的圆丹一分为二 让鬼王吸去了一半 害得我回个火狱 都要借剑而行 我趴在地上呕血 混着血水念叨着剑起 那把剑变起 跟着我手指不慎准确的动作 捅进了鬼王的心脏 鬼王平时常说 既然我已经成了他的奴隶 那他死了 我也就死了 容婷是一定要和鬼王决一死战的 我想着 既然如此 还不如我自己动手 可我杀死了鬼王 我却没死 那条红线赫然出现在了我自己的手上 以至于当鬼王的圆丹从他身上挑起 落在我的手上时 我有些愣神 我竟觉得鬼王对我 是带上了几分真心的 要了我的命 却并未和我缔结生死契约 从我第一次跪在他面前时 他就在处处饶我一命 甚至接回容婷用来挟制我 容忍我引来天雷 教容婷修仙之法 掌心的圆丹像是一团火焰 上面缠绕着一丝又一丝银白色的光芒 那是我自己的圆丹 作孽 我同鬼王都在自作孽 那晚上 我换上了鬼王的衣服 吞了他的圆丹 戴上面具 拍了拍我的剑 擦干他身上的血迹 告诉他 去吧 他在我旁边蒸蒸作响 不肯动 我说你不去 我就继续磨你 把你给磨断 于是他发出一声长长的争鸣 摇摇晃晃地回了地堂山 第二天 我领着大半修摩者 浩浩荡荡地出发 跑去包围了地堂山 正正好落进容婷设下的阵法中 不愧是我 上一世 我欠婷儿的多多少少算还清了 这一世 我还欠他一个清庭盛世的夙愿 我这就来还 举世一战 我立在中央 甚至看到了我的师父和师兄 正邪不两立 容婷站在我对面 广袖飘摇 衣服上绣的鹤跟着风烈烈舞动 仿佛灯时就要飞出来一样 容婷怒斥一声 让我受死 先到众人士气大掌 以容婷马首是瞻 我隐藏在面具之下 想着速战速决 我根本没打算反抗 地堂山飞沙走时 我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 容婷步步紧逼 我步步退却 她手中的剑止不住的冥想 于是容婷认出了我 我看见她握紧了剑的手腕轻转 本来直击我脖子的剑 就这么拐了弯 我差点就感动地抱着容婷开始哭 然后容婷回首 赤红着一双眼 把我拍飞在地上 我疼得鼻涕眼泪 差点一起飞出来 在地上动弹不得 任由容婷反手掏出了我的圆丹 娘的 小兔崽子这一世 居然这么恨我 我死得挺突然 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容婷 我真没杀她父母 但我又还没完全死透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那平时吊儿郎当 就喜欢收集些稀奇宝贝的二师兄 想当年 我趁生辰带着云婷下山云游 二师兄站在山门口 死活要塞一颗宁仙猪给我 说我前些年结仇太多 多带个宝贝防防身 也是好的 就当作我的生辰礼物 一般来说 干修仙这一行的 一般是不送礼的 毕竟眼睛一闭一睁 闭关数十年就过去了 但我的二师兄不同 他记得我每一年的生辰 我感慨万千 一手拿着刚拔的师父的白胡子 一手捏着宁仙猪问他 这次又是几文钱买来的假货 云婷站在我旁边 跟着点头 后来我和云婷下山 是被二师兄一人一脚踹下去的 但是我没想到 二师兄这次送了我个真货 还真的救了我一命 地唐山一站 我死得不能再死了 唯独剩下那么一点点魂魄 附在了宁仙猪上 时宜时宜 我脱离了宁仙猪 从我的棺材缝里 飘飘幽幽的就出来了 出来时 旁边还有个吊死鬼 伸着舌头问我 新来的吗 我点了点头 说日后还请吊兄多多照顾了 乱葬岗的鬼有的来 有的走 我和吊兄相伴相依 时不时也挂在他的绳子上玩一会儿 等到魂魄强健了些 吊兄问我 怎么还不去投胎 我说 是哦 的确该投胎了 就是不知道我那徒儿 如今怎么样了 这人 就是经不起念叨 我前脚说完戎婷 后脚他就来了 还带着锄头 两锄头挖翻了我的坟堆 我吓了一跳 隔壁来得更久的那个饿死鬼同我说 他似乎见过戎婷 当初就是他把我扔在了乱葬岗 后来又去而复返 带了棺材 把我好好安葬了 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戎婷这次是要给我迁坟呢 挖了两锄头 戎婷的脸突然拧巴了起来 在原地不停地踱步 过了一会 又把坟给我堆好了 然后扛着锄头 渐行渐远 吊死鬼催着我 该投胎了 我说不及 我再想想 我本来是想投胎的 可他来了 我就总想着 能不能再见一面 第二年 容婷依旧来了 这一次带了把铲子 一铲子下去 我就看见了自己的棺材盖 我问吊死鬼 挖我坟的那个人 是不是很厉害 吊死鬼说我有病 第三年 容婷来了 没有带工具 只是弹了弹手指 我就又看见了自己的棺材 我想 他可能是在地堂山受了伤 如今终于恢复了 往后的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他总会来 第十年 他没来 吊兄说 绝你坟的那个人 终于不计你的仇了 无爱无恨 无仇无怨 他终于忘了我了 当时 我想痛哭一场 但是周围鬼太多 我不好意思嚎 于是我说执念已了 也也投胎去 不出意外的话 我现在应该是个 出生不久的娃娃 但是中途出了点意外 于是我躺在地堂山的床上 旁边躺着威名赫赫的炫姬上先 第三段 回到现在 窗外乌云阵阵 不出意外 会劈死我的师父 除了意外 会把我的大师兄也劈死 现在我浑身动弹不得 只能使劲好 企图把容亭豪醒 但容亭浑身上下有反应的 只有和我绑在一起的那条红线 像一条蛇似的 拧巴过来拧巴过去 我让容亭醒醒 容亭眉目安详 睡得比平时还香 一记天雷劈下来 不知道劈到了什么 连带着房子也开始震动 我听见狼外挂着的滋滋鸟 也不滋滋了 开始嘎嘎叫 可能是吓坏了 又一记天雷劈下来 不知道房顶 什么地方的瓦片被震碎 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正好砸在容亭头上 容亭迷迷瞪瞪地睁开眼 然后问我 他怎么动不了了 我 第三记天雷响彻云霄的时候 我透过房顶的洞 看见天上的乌云 被细密的闪电割裂开 像是大地的裂缝 红线纠缠 像是两世的闹剧 在这一刻猛烈爆发 我和容亭绑在一起的手 不受控制地抬起 红线在我眼前齐齐 钻出皮肉 由红转白 微光笼罩住我和容亭 然后分裂成三股 缠绕着紫色的微光 疏地齐齐向天空飞去 我看见容亭的手猛地垂下 不知为何开始蜷缩身体 痛苦地用手抱住头 额头痛出了痘大的汗滴 嘴里发出压抑着的痛苦嘶吼 我想拉住容亭 开始锤自己脑袋的手 才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能动了 房外情形未知 我看着五官都扭曲在一起容亭 咬牙狠心离开 起身去推开了房门 狂风大作 我被吹得睁不开眼 只能扒着门框拱着腰 让自己勉强站在原地 我方才觉得 如果出了意外 我的师父和大师兄会一起死 这句话是不对的 因为我推开门 在满天的黄土和树叶中 眯着眼睛 依稀看见我那些师兄弟们 以身体为支点 在地上围出一个九字连环阵 我的师父站在阵眼 双手截出 法印举过头顶 天雷击在他的法印上 落在他的双手之间 击出一圈刺目的光运 所以我刚才说的不对 如果出了意外 刘云峰就应该他娘的 灭门了个屁的 我想过去 可一个废去满身修为 刚刚复活不到一个月的凡人 怎么能靠近这样的大阵仗 只刚刚迈出了一条腿 我就被弹飞回去 脊背砸在床边 床上是身体缩成一团 脖子青筋毕露的熔挺 我一边揉背 一边扭头看了他一眼 说实话 有点舍不得 周边的威压 让我连站起来都困难 只能用手扣着 落了一层黄土的地板 向门外行进 今天就算是爬 我也要爬过去 等我终于能趴在门口 探出头喘口气的时候 第三季天雷也沉寂了下来 被阵法勉强吞噬了下去 风沙建庭 我在门口咳嗽 最先看到我的是大师兄 他急得差点原地跳起来 大吼让我赶紧进去关上门 大师兄一说话 所有人都朝我这边看过来 而我还趴在地上 怪让人害羞的 所有人都让我进去 我手撑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然后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我这一生 统共正经跪过两次 第一次是拜师 我跪在师父面前 师父伸手扶过我头顶 告诉刘云峰飞云万千 从此我就叫云仪 第二次是跪鬼王 扶去云仪的名字 让这天地之间 只剩一个诸仙君 这是第三次 我弯下几倍 把头磕在地上 磕得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一连磕了三个 师父站在阵中看着我 所有人都站在阵中看着我 刚才停下的风沙又大了起来 原本开裂一般的天空开始聚拢 像一块黑布 遮住了所有的天光 又在正中央撕开一个口子 席卷了周边的一切 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中缓缓卸下一缕光芒 光芒背后是刺了作响的闪电 我抬头看天 看着漩涡中的闪电 突然想要发笑 原来最后三道天雷就藏在那两条红线里 老天当真会捉弄人 雷声轰鸣如苍天气血 带着让人抬不起头的威压 师父双手的动作快的 让我只能看到残影 那残影中带着丝丝点点的血色 是师父掌中裂开的伤口 师父对着我说话 带着风声 他说 姨儿 要活着 活着 可你们弱死了 让我如何活着 我从原地站起身 想要迈步 四师姐猛地冲过来 拦住我的腰 我被四师姐推进房里 她哭着捅我说 姨儿 这些年 大家都很想你 你乖乖进去 好不好 我低头看着师姐 问她 我穿上 这身衣服好看吗 这衣服 是前几天 四师姐刚给我做的 我宝贝的紧 师姐的泪 在眼眶里悬而未绝 她摸着我的脸 说好看 说姨儿穿什么都好看 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房外师父一声大喝 我看过去 天雷携风带雨地落下 四师姐推我 我窥然不动 只自己说 见来 她愣了愣 问我在说什么 我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继续说 见来 天雷仿佛斜了万钧之力 师父瞬间弯曲了膝盖 嘴角也一出来一抹血 四师姐仓促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飞回阵中 我抬起手 继续喊道 见来 四周交杂着风声 雷声 击打声 无人因我 唯有房中的重剑 突然在剑鞘中发出争鸣声 于是我仰天长啸 声音如利刃 漆黄地刺进长空之中 剑 来 放置在房中的重剑 如有感应 发出重重的一声赠 字窍中 陡然拔出 漫出烈焰流光 破开滚滚 狂风落进我手中 我已血脆剑百年 竟是未成全今日 此身为剑 剑即是我 我将剑握在手中 高举过头顶 腾空而起 跃至滚滚雷阵中 剑气凝成实体 一剑截断天雷 剧烈的声响 让我耳膜发疼 四周电光一片 急履散乱的头发 贴在我脸上 只能依稀听见 好多人在背后叫我 虎口处 也不知何时开始流血 血滴顺着风 撒在我的衣服上 我咬着牙关 把剑一点点地顶上去 师父和师兄弟们 也不知何时 飞到了我身旁 劫出结界抵御天雷 三师兄吐了一口唾沫 说我们兄弟俩 好久没有并肩而战了 我想笑 可笑不出来 我真是 何得何能 眼见着雷声将息 我以为能松下一口气 可下一道天雷 就沿着未断的闪电 轰然降下 成辈的威压 让我突然溢了满嘴的血 周边的人接二连三地摔下去 最后 竟只剩下师父一人 陪在我身边 我吐出一口血水 怒骂天雷不讲道理 结界越来越薄 剑刃也出现 蜿蜒的裂痕 我满以为自己 又要死一次了 索性闭上了眼 把全身的力气 都使向剑锋 以控制手不要发抖 恍惚之间 我听见耳边有人 在叫我师父 我以为出现幻觉了 身旁明明是我自己的师父 他只会叫我一二 可那人握住了我的手 一把将我护在他身后 四周的微压 顿时小了起来 我愕然地睁眼 看见戎婷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 以手为气 将刚才的结界裂缝 瞬间修补了大半 我与戎婷的衣袍 在风中交叠 他顶着结界 回头望我 他张了张嘴 眼里还带着血丝 滑下的泪滴 映出我的模样 我看他的口型 是 师父 我想映他 可嗓子发哑 翻涌起来 追心刺骨般的情绪 让我说不出话 于是我举起剑 想告诉他 师父在 天空中的漩涡越来越深邃 我知道最后一道天雷 就要降下了 若不能同生 那便同死罢 在最后一道天雷落下之际 苦苦支撑的结界 终于怦然裂开 如烈火烹雪一样 消散无影 我拉住戎婷的手 可他却转身抱住了我 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 天雷瞬间落在他的背上 我眼前一片漆黑 只感受到泪打湿了 容婷的掌心 呼在了我自己脸上 容婷在我耳边 一字一句地和我说 师父 不是我 第四段 雨过天晴 我还是回了刘云峰 地唐山被雷劈的 大半个山 头都没了 我想这一生 终是再也见不到 地唐山的月光了 我住在刘云峰最偏僻的院子里 四周都是参天的树 阳光只能正正好撒在院子里 我就搬了把椅子 坐在院子正中央晒太阳 树叶的影子落在衣服上 衣服干干净净 再也没有一丝血迹 四师姐给我做了好多新衣服 再也不用担心 被血弄脏了 外面的弟子 只知道里面住了一个身居简出 不问世事的诗书 没人知道 我就是当年的云姨 大师兄依然时不时地来找我 我们小侄女早已经长大成人 就要成婚了 大师兄来时 就搬把椅子坐在我旁边 他问我喝不喝酒 我摇头 说不喝 大师兄说 地唐山周边的人 听说炫姬上先立天节而语化 给他立了好大一个人形雕塑 日日有人跪拜 感念他当年晚苍生于水火 我想起鬼王当年杀了荣亭父母 把荣亭带回火域 那时的荣亭 何尝不是苍生中的一个 我指了指院子前的空地 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些砖石 我想在这里建个亭子 大师兄便常常地叹气 我接着说 别让二师兄给我找 我总觉得他那里连砖头 都是假货 大师兄应允了 我突然有些好奇 问大师兄 当年他跟着我去地唐山 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大师兄摸了摸脑袋 脸上挂上了一丝羞涩 他说从许久之前看见荣亭的时候 大家就很震惊 不明白这世上 怎么有人能和云亭长得一模一样 后来师父看见了云亭手中的红线 才确定是有人动用了禁术 从我真正复活的那一刻起 大家就在计划这件事了 我说 大师兄说 他那十年去过地唐山 想要为我报仇 可每一年去的时候 戎亭都不在 我怀疑大师兄是刚好赶上了戎亭 去掘我坟头的时候 不 应该说 是赶上了鬼王去掘我坟头的时候 当年我回火欲杀鬼王 戎亭被夜半滋滋鸟的叫声吵醒 一叫起来 发现剑没了 人也没了 他找遍地唐山 最后去了火狱 一去就看见鬼王 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 好死不死的 鬼王这个万年老妖精留下的魂魄 就上了戎亭的身 第二天大战时 戎亭认出是我 错开剑锋 想要留我一命 鬼王认出是我 赤红着双眼 反手挖出了我的圆丹 挖就挖吧 反正大半也是他的 于是所有人就看着戎亭颤抖着手 痛苦万分地把我抱进怀里 然后面目猙獰的一掌 打散我的魂魄 这种情况 俗话叫做一山不容二虎 我死以后 修魔者群龙无首 四下溃散 鬼王把我扔去乱葬岗 戎亭拧巴着脸 扛着棺材回来 把我安葬 每一年 鬼王都想把我挖出来 错骨扬灰 戎亭就把我挖得残缺的坟再堆起来 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和鬼王争执不休 数十年如一日地找鬼王索要真相 鬼王就抹撒着红线 告诉他 本作死也不会告诉你 于是在第十年 鬼王终于被戎亭弄死了 其实按照鬼王原本的实力 戎亭是弄不死他的 只是我死以后 戎亭把我抱在怀里 两条红线纠缠在一起 鬼王正好出来 给了让我魂飞魄散的那一掌 天雷从天而降 批了鬼王 顺带批了我的灵风格 鬼王沉寂 戎亭才得以带领正道人士 大获全胜 戎亭在地堂山上半人半鬼 时清醒 时疯癫 清醒时 就去我常待的树下久坐 疯癫时 就拿着刀往自己身上捅 就这样争斗十年 最后炼化元丹废去大半修为 才真正将鬼王弥散于天地间 戎亭昏迷了数日 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乱葬岗 把我扒拉出来 他想给我换个地方 这乱葬岗太脏 太挤 现在再也没有人想把我错骨扬灰了 他想把我带回地堂山 把我葬在那棵 我们曾一起赏过月的大树下 然后他看着我地底下 埋了十年 还栩栩如生的尸体 陷入了沉思 他也觉得或许我还没死透 于是他跑去流云风 想借锯魂灯 被人围起来的时候 我师父问他 借锯魂灯做什么 他说救人 我师父问救谁 他说心上人 于是我师父借了 后来我师父说 他答应借的原因 主要是想借给荣庭 然后再一掌 拍死他的心上人 也让他试试痛失所爱的感觉 我说师父老不正经 大家都没想到 荣庭是想要用锯魂灯 锯我的魂 这世上的事啊 真是没个定数 谁能想到 当年火狱里那个半个字 都不会多说的鬼王左使 把我幽禁在凌峰阁 只是想在第二日大战的时候 保全我的性命 大师兄要回去给女儿准备嫁妆 让我同他一起去 我说算了 日后再说吧 我在院门口站着送大师兄 突然想到那天的天雷 我问他 就没想过那天 如果我没有出去 荣庭也没有在最后关头恢复记忆 既献出自己挡住最后一道雷 那他们都死了怎么办 大师兄五官皱在一起 梁九 骂了一句娘 说谁能想到最后三道雷威力那么大 都要吓死他了 院里的阳光移去了另一边 日头西沉 四周只有鸟鸣声 如今我只是个凡人 饿了就要吃 困了就要睡 我去了厨房 忙活了半天 只做出来一碗粥 还是稀稀拉拉的 我只吃了一口 眼泪就啪哒 砸进了碗里 我做的粥 是真的很难吃啊 祖宗 我可求你了别进厨房 上次的厨房都被你烧成什么样了 我一抬头 容婷正放下满手的东西 三步并坐两步地走过来 一把夺走了我手里的碗 无不嫌弃地闻了闻 然后自己喝了个精光 我气得踹了他一脚 连珠四炮地反问他 明明知道我不会做饭 下山给侄女买个新婚贺礼 还花这么长时间 我都快饿得升天了 容婷揉了揉被我踹的地方 乐呵呵地指了指门口堆放的礼品 和旁边的几坛酒 本来是上山了的 可我没了圆丹不能飞 走到一半又觉得侄女都嫁人了 我也得买点东西来向你提亲 死一边去 你赶紧给我做饭 刚刚大师兄没蹭到饭 走的时候脸都快凝成麻花了 大师伯来了 你和他喝酒了 没有 他的酒一看就是二师兄那里买的 跟水似的 当晚我和容婷坐在房顶上赏月 我感叹 还是地唐山的月色好 容婷说 火玉的月亮也不错 我觉得他傻了 火玉哪里有月亮 他却扭头看着我 说火玉那些年 只有我穿着白衣在他面前晃 我就是他唯一的那一轮月亮 我想起鬼王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 容婷大半夜跑来我房间 给了我一个煮鸡蛋 告诉我用鸡蛋揉一揉 就不疼了 我问容婷 不记恨至亲之仇了吗 容婷摇了摇头 说鬼王已死 火玉重见天日 她的仇已经爆了 我愣了愣 问容婷不是一直觉得 是我杀了她父母吗 容婷也愣了愣 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 说 她当初问的是 鬼王为什么要杀她父母 不是我 我气脑得紧 狠狠地给了她一拳 问她鬼王的事 追着我问干什么 容婷理直气壮地说 谁让你天天和鬼王贴在一起 我问不到鬼王 当然要问你了 晚风微凉 吹得我一对白眼 差点翻到天上 容婷摇着我的肩膀 替我挡风 问我是不是成了凡人 不能再修行 慢慢就会变成小老头子 我说是 容婷说老了 岂不是皱巴巴得很难看 我说 你也可以趁现在年轻力壮 就早死去投胎 容婷让我赶紧呸呸呸 不要说傻话 更何况 师父老了 也一定好看 师父 你就看在 我都被批得半死不活了的份上 就从了我吧 滚啊 不要把你的大头 凑在我的脖子边上 吸来吸去 我又没有灵力 凭什么鬼王能凑在这 我就不能 我偏要 啊 啊